那你看随机森林我们勾到什么 我们要让的是每一棵树勾到起来都不一样吧 相当于是就是一个测试样本到一个树 翠一和翠二一招翠N 得出来结果我们让它尽可能啊 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 有这样一个差异性啊才能保证 我们随机森林它是实际上起效果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就是单个的树模型相当于什么 单个的树模型相当于是我切了那么几刀吧 你就是其实就是看你树的一个深度 树的深度越大你切的刀数越多 那你说你的一个随机森林相当于什么 随机森林相当于是你把这么多刀又组合在一起了 相当于是切的更碎乎了一些 那虽然说切的更碎乎一些 但是呢它的泛化能力啊却更强了一些吧 因为我要考虑的是整体的一个树啊 也就是说每棵树不一样的 最终呢看综合的一个结果是比较科学的 然后呢随机森林啊 我们之所以能提出一个算法 肯定是它比我们的角色数来说啊 是有一些优势的吧 那优势在哪里呢 咱们先来看啊 第一点就是啊 第一点可以说很多算法都有这样一个对面 并不能说是算它的一个专一吧 它可以处理啊一些高位的特征 就是feature很多的 因为这里我们可以干什么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随机的采样嘛 所以说特征多啊 对我来说不是问题的 然后呢我可以不用一些特征的选择的方案吧 可能有些算法的时候啊 我们我们就是限定死了 我们的一个输入必须是多大的 要太多的话效果可能不好 但是随机森林当中呢 我们就是可以啊 就是这东西只是可以啊 就是说可以的意思 就是留了余地 相当于是并不把东西说死 就是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但是到底哪个好 这个东西啊说不准 很多一个实际任务啊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你就是做的很简单 但是可能反而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你做的越复杂 可能但是也不见得 就是你一定得到结果会更好一些的 所以说啊 就是当我们做一个算法的时候 其实最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你选择什么特征啊 要不要做降维啊 要不要做一些预处理啊 这个预处理这么做 那么做降维这么做 那么做保留这个保留那个 这种组合方案太多了 但你说到底用哪个 其实实际情况下 很多情况不能说很多吧 就是有些情况下 反而就是你处理的越少 可能最终结果越好 但有些情况下呢 就是你处理的越精致 最终结果越好 这些东西都说不准 所以说没有一个东西啊 是一个经验值 是一个固定的 因为数据永远是变的 所以说当我们在去选择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像我之前给大家说的 我们用交叉验证去选 用实验得出来真理 这个是最合适的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啊 我们可以做的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Fish Importance Fish Importance是什么意思啊 相当于是 当然你 只要你是一个有监督问题啊 我们就可以去得到某一个特征 它的一个重要程度 这个东西怎么算呢 我先给大家来概述一下吧 这个东西怎么算的 比如说你现在有三个特征吧 A B C D 四个特征吧 咱们现在有四个特征 然后当我就是 我是一个有监督问题啊 我可以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的 就是有一个评估 一个精度 或者是一个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 都可以 然后现在我要做的就是 你不是有A B C D 四个特征吗 我想知道哪个特征 它的重要程度更大一些 或者哪个特征更重要 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 比如说你A特征有多重要啊 B特征有多重要啊 C啊 D啊 分别有多重要啊 咱们想去算这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就算这个B吧 你要算B的时候 咱们先给B一个 一个物理含义吧 这样比较好解释 比如说B里边 它是一个年龄 这个属性 它里边第一个样本是36岁 第二样本是27岁 第三个样本是65岁 第四个样本是41岁 随便的一些年龄值 这就是B这个特征 它表示的是我们的一个年龄啊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的 然后呢 我有了A B C D之后啊 我拿A B C D进行建模 你看A B C D 这四个特征我现在都要啊 把这A B C D四个特征都拿过来啊 就写了一个加号 简单起见吧 拿这四个特征进行了一个建模 建模完之后啊 我现在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吧 因为我刚才说了 咱们是有一个有监督问题 就是能够知道最终的一个精度 比如说 我不是精度吧 说错误率 比如说一开始 我这个A B C D 拿他们建模 错误率是一个error1 这是我当前的一个错误率 然后呢 你不是想评估这个B特征 它的一个重要程度吗 接下来我干一件事 这件事干的挺绝的 我们要把这个B特征 进行一个破坏 什么叫一个破坏啊 就是原来特征啊 表示达的是一个年龄 它是有个有意义的吧 现在我让它没意义 让它让它废掉 让它废掉怎么办呢 加上一些噪音吧 比如说原来你看 36 27 65 41 是一些正常年龄值 我可以把它就是 推翻成一些垃圾值 比如说 第一个值0.1 第二值68 第三个值 第三个值0.02 第四个值1.5 反正就是拿一些随机值啊 拿一些什么乱序值啊 反正拿一些什么值 反正相当于噪音点 把这个B特征 完全的给它破坏掉 B特征破坏掉之后 我说它现在是一个B品吧 B特征 咱们现在也破坏掉了 破坏掉就是说 原来它不是表示年龄吗 现在啊 它就是什么都不表示了 它就是一个垃圾特征 就是一个噪音点 那现在我再进行建模 我拿这个A 再加上 我看 原来是B吧 现在是B品啊 A CD都是不变的 再加C 再加D 我同样构造一个模型 然后呢 我这回说 我得到了一个错误率 是一个R2 那现在就是我拿这个A啊 和这个B 还有不是 拿这个B和这个B品 分别进行了一个建模吧 B品是个垃圾点 垃圾特征 然后分别得到了R1和R2 然后呢 我要比较 如果说 啊 鼠标呢 如果说我就写E1吧 如果说我的R1跟R2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约等于吧 差不太多的时候 就是我最终这个错误率 咱们也不管啊 最终错误率到底等于多少 就说它是差不多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 你说这个B特征 原始的特征拿过来 和它的一个噪音特征拿过来 最终的结果差不多呀 那说明一件什么事 说明这个B特征 没什么乱 没什么用吧 是不是 这个B特征 它没什么用 因为呢 一开始错误率 和后来错误率 差不太多 所以说 这个B特征 你说它重要吗 那这个B特征 一点都不重要吧 因为即便 你给它破坏掉了 对我最终结果产生影响 不大 没什么影响 所以说 这个时候 如果说R1 约等于R2 我们就认为 这个B特征 它是没什么用的 它的特征重要性 非常非常低 那如果说呢 这种情况下 我的就是R2 我们看R2 远大于了一个R1 这是一个远大于符号 如果说R2远大于R1 这种情况下 什么意思 你把这个B特征 给人家破坏掉了之后 会使得我现在的一个结果 非常非常差呀 因为R2很大呀 这说明什么 这是不是就说明 我B特征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说 咱们现在 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 Error来进行一个指定 如果说 咱们的一个 把B特征破坏掉了之后 错误率明显提升 那这个特征就非常重要 那如果说 把这个B特征不破坏掉呢 那我们还有一些 其他比较方法 所以说这里就给大家提到两种 一个是约等于 一个是远大于 咱们有这样两种思想 然后咱们来看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可比性吧 然后其实大家可能问 那你说这个ABD 或者是一个ACD加起来 咱们要比较是一个B 就是一定要在一个 公平的环境下去掉 去比较这个东西 那你说去掉这个B 那我们要比较这个B 你去掉这个B 要干什么 我们现在得到的是 我们现在想要做的 就是不是说这个B特征 要不要去掉 而是说怎么样去评估 它的一个 有没有用的一个程度 当你评估完 就是它有用的一个程度 没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去掉 然后咱们特征 特征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做 这样一个特征筛选 你看这是我得到一个结果 咱们左边这个东西 就是比如说一开始 我建立了一个树模型 然后我得到了当前 这样的一个结果 得到了当前的一个结果之后 我们看得到当前结果之后 特征重要性有高的 也有低的 有低的 你看这三个比较低 这三个比较低 我通通去掉可谓 通通去掉相当于是 接下来在建模的时候 就是只使用之前的特征了 这三个特征就永远都不用了 我们要保证一点 就是所有的树 它的一个候选级 都是一样的 是这个意思 然后大家可能 然后看 那你说把这个B特征 在上面里边值 都放成零可不可以 这种想象下是不可能出现的 就是你放成零是没用的 你放成零相当于这个东西 它就不存在了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零 都是零有什么可比性 在数据 就是第一步情况下 就是一般我们在数据建模之前 如果说发现某一个特征 里边值都是一样的 这个特征 直接就给它pass掉 直接就给它杀死掉了 因为这个特征 相当于是一个废的 有它没它 就是完全是一样的 因为四五样本 不都是一样的吗 然后咱们再来看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 随意森林 还能干什么 我们第一点 就是计算速度很快 因为我们刚才大家说了 第一棵树 跟第二棵树 有关系吗 没关系 二三之间 四五之间 五六都没关系 说白了 并行去做就可以了 服务器多 服务器大 直接给它做成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并行 速度是非常快的 然后还给它 还可以干什么 树模型 有这样一点好处 就是你看现在 吹得比较火的 像什么神经网络 这个算法 是不是吹得非常火 基本上 不能说基本上 就是反正很多问题 我们都可以用神经网络 去解决 但神经网络 自身一个最大的难点 什么 我们通常都是把它 当成是一个黑盒子 一个黑盒子 就是一个输入来了 得出一个输出 那你说中间 做了哪些事 你知道吗 神经网络里面 就是几百万个参数 那么多个参数 就是你根本都不知道 它到底做一件什么事 但是我们的 像是随意森林 像是这种树模型 有什么好处 咱们刚才在看 那个小demo的时候 是不是说 我的树模型 可以的画出来 也就是说 我的决策树 是可以进行一个 可立化展示的 非常方便于 咱们进行一个分析的 在这里 我们就认为 当我们进行一个 当我们使用决策树的时候 我们一个优点 我们可以进行 可立化展示 可以把每一步 咱们怎么样进行 一个切分的时候 都可以给它进行拿出来 然后我看的 有同学说 你可以拿ABCA加B加C加D 然后去跟不加B 进行一个比较 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的准确率 有明显的提升 你也可以认为 B的特征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在SKLearn当中 它有这样一个属性 叫做Future Importance 这个里边 它是基于我那种方法 跟大家去算的 然后有个公式 公式就是 我们看这有具体的值 它有具体的公式 公式到时候 大家看一下SKLearn官网 它直接把公式 给大家列出来了 然后这个就是 我们的一个随机森林 你说有随机森林 我们有没有一些 随机的其他 不是有没有一些 其他算法的 白个模型 其实也是有的 就是你看最简单的 一个KNL 我都不想说的 一个算法 它有点简单 你去看一个近林 但是这种 有一些算法来说 它的泛化能力 就没有数模型 那么简单 而且构造起来 又特别耗时 所以说 对于有一些模型来说 我们就是 很少拿它 去做一个集成的 现在一个公认的 集成算法 就是用我的一个数模型 当成是一个基础模型 所以说 大家以后 在做集成的时候 这些东西 就是前人 都已经给大家实现过了 到底拿什么算法 当成一个基础模型 公认的结果 就是拿数 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说 咱们大家以后 只要说到集成 咱们就想 基础模型 就是一个数模型 这就可以了 然后一个问题又来了 那你说 现在我要做集成 我要做数模型 数模型当中 随心当中 你可以构造十个数 可以构造一百个 一千个一万个 都可以 那是不是理论上 越多的一个数 它是越好的呢 这个还不太一定 咱们来看一个效果 这是一个实际的效果 就是 你看 当咱们数的个数 比较少的时候 可能它的精度是偏低的 但是一旦数的个数 达到了一定的量 比如说 一般情况下 就是一百个数 也差不多了 当你达到了一定的量 情况下 我们再来看 它的一个精度 它的一个精度 你看 它是发生一个 上下浮动的 也就是说 你看这是60棵树 这是 这是80棵树 这是100棵树 你看 其实80棵树的时候 效果还要比100棵树的时候 好一些 也就是说 随机森林当中 虽然我们认为 它的数是理论上 是越多越好 理论上越多 泛化能力 它是越强的 但是 实际上 我们一般情况下 差不多就得了 没人去做什么 一万棵树 两万棵树 一般情况下 100棵 200棵 就差不多了 因为就是 100棵树和200棵树 它的一个差异 就是浮动 是非常非常小 基本都快 看不出来了 所以说在这里 咱们就是 在做集成的时候 我们100个 200个 差不多 也就是一个上限了 再多的时候 也不会使得 你的结果 发生一个多大变化 而且这个值 也基本上 是一个上下浮动的 也没有人 也不一定 越多越好 越少越好 这个都不一定 差不多 就是一个可以的一个值